我們現在談的這幾點都是表面上 如果你問日本人說 蛤 那你們為什麼都不出國 他會告訴你這些原因 對 但不是真正的原因 對 是真正的日本人 他完全沒有興趣 對 原因是什麼 這個才是真的原因吧 好 第一點是 周圍的人沒有人在去 還蠻像他們的啊 對啊 因為日本人就是一個群體的 沒錯沒錯 感覺其實首都圈當然是持護照率最高的 然後最低的話就比如說像東北啊 什麼青森啊 伊瓦鐵啊 你的前男友的 對 然後就 他們真的是低到各位數喔 就是percent 感覺上都沒有人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會意識到就是 有出國這回事 這個選項 對 因為你剛剛 你一開始不用問我說 你有覺得很驚訝嗎 比如說台灣 欸 最近每個人都來日本 然後他一定會不停的發文對不對 日本本來就不常發文啦 可是我想 他去國外可能至少還會發文一點嘛 可是他就真的沒有去國外啊 那就沒有啊 對啊 你就會看到比如說 什麼一些男子的學標開啊 什麼小孩的什麼東西啊 喔 對 對 但是你不會看到他們去國外 我周圍確實是就是 女生啦 然後又這個年紀 然後對國外又有一些人 認識上也不害怕 的話 是會去的 但是其實他比較會去耶我覺得 但其他真的就是 沒有那個概念 沒有人會提到啊 就比如說 沒有人會想到這件事 有時候大家可能暑假回來 然後台灣人就會說 你去哪你去哪 就開始這樣 我去泰國啊 什麼去 我去巴... 巴南巴... 巴南巴... 巴南老師是什麼啦 柏柳啦 柏柏柏柏什麼的 柏柏柏 怎麼突然來了一個中等 中等我跟巴南巴... 但是日本人他不會 除非你是這種大貴族學校 可能才會說 可是那就是會變成 在日本人演的事業 貴族學校才會發生的光景 嗯... 絕對不會是一般學校的發生事業 一般學校會說 喔我這次去了東京 喔對... 我去了北海 然後他看起來好可憐 嘴好可愛 第二個是... 準備要面對 覺得麻煩 但他這個準備啊 他指的不是我們剛剛說什麼 但護照很麻煩啊 要收行李很麻煩啊 他指的是 去了解這件事情很麻煩 我也問我男朋友 他雖然有護照 但是他只有出差 越南一次也沒有想要再去任何地方的人 然後他就說 他除了高爾夫以外 他整個人就是一個廢人 所以... 我覺得日本人基本上 他就是除了 他唯一做的那件事以外 都是廢人 所以出國對他說 要了解啊 然後要查東西啊 對... 而且他不了解 他就提不起勁啊 然後我剛剛快點figure out 其實有一個東西確實有點... 有點麻煩 就比如說美國那種大國 他... 他比如說他住在某個州 然後他要飛國際線的話 他可能還要到另外一個州 喔對... 然後其實日本也是 雖然他沒有那麼大 可是因為他很狹長 他沉浸很難去啊 對... 其實東北有一陣子滿難來東京的 現在好一點了 喔對啊 在西岸線還沒有通到很... 很彎陣的時候 對然後... 所以你可能就是比如說你可能要先... 為了這個地方 先在東京住一晚或什麼的 對...就是你在國內要先移動 然後才能去... 對... 確實有一點麻煩啊 因為台灣很小 所以就算你住在南投 你還是可以一整個... 開個拉車來就好 對啊 對... 有一點麻煩 我就想說如果我是住在... 季後的日本 我可能會因為這樣懶得出國 我就覺得 我已經到中間 我來東京玩好了 然後就回去 就回去就好了 然後還可以帶Omiya Make-K 就他們特別說 好... 那個... 去里士尼就是出國 喔對... 就是... 還可以聽到很多英文的 Miki... Miki... 對...沒錯 好... 然後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就是... 在日本就好了 日本得十分だろ 喔這個也是我男朋友說的 他就會說... 我問了... 我問了很多日本人 就這些人他們自己會出國 但我就問他說 欸日本人都不出國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每個人都問我說 日本得十分でしょ 欸日本得有國內... いいじゃ 可是他們其實也沒有很常去日本啊 你不覺得嗎 所以他們也沒有很常國內旅行啊 沒有他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 喔他自己的生活很滿足 所以其實他也不太需要去... 幹什麼這樣 而且他們的國內旅行 可能不一定是你要飛到北海道 或飛到哪裡 他可能就是 喔開個車去個三里線 對... 然後不然就是 大阪附近的人 就是開個車去個什麼... 西嘎之類的 去看魚仔比拉庫 對... 所以就... 而且他們都非常的驕傲 就說我們有四季啊 我們有四季 很多國家都有四季 我們有四季 我們有山有海啊 就是有各種的這個... 而且又有... 有自然又有文化 有什麼不好呢? 沒有人說你不好啊 重點是... 還是會... 對啊... 就是... 不是會Zen啊 對啊... 嗯... 然後... 因為我一開始想說 這應該是就是比較年長一代人的想法吧 因為他們... 年輕人... 年輕人很誇張 而且就... 他們就有訪問到一個鴨子 那鴨子就說 欸... 如果我想要去韓國 就去新武古部就好啦 根本不一樣好嗎? 對啊... 然後就說什麼... 欸... 夏威夷那我去韓國就好啦 夏威夷跟韓國更不一樣 對 但我覺得那個就是沒有想像力 就是... 而且他就不了解嘛 不是啦 他不是不了解 他是對國外文化沒有興趣 就像我們話 我會覺得 像這種 那在死那死那 就是一個你習慣的東西 確實是很... 素習啦 但是當你去真正... 譬如說真正我踏入那個國家 然後我發現一些很有趣的地方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 很... 很開心 對啊 我會有一種興奮感 我會開始覺得 哇 怎麼這麼有趣 對 但日本人沒有 日本會覺得很不安吧 哈哈 說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所以我還曾經被這樣稱 我還是有去玩法國 然後當然可能在那邊講 然後因為我這個一個人 已經就是直升來日本所說 然後就有我直上說 哇 莉嫂 你是真的是外國人會很有興趣耶 然後我想說 嗯 啊 對對對 然後我還想到一個是 因為台灣人 我們都是從哪裡來的人 我們幾百年前 都是我應該是一些什麼 海嵐的海盜 哈哈哈哈 對啊不是嗎 對啊 所以我們本來就不存在這個土地上 說我們是有開拓精神的我覺得 可是日本人是從幾千萬年前 就存在在這個邊 他就沒有... 他搞不好連自己的季後 他都不太常踏出去 比如說他從關係到觀眾 他覺得觀眾東西那麼難吃 之類的那種 所以他沒有想... 他沒有想要去知道不同的世界 但是台灣人是... 這個就是有點我自己的感想啦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那個... 爸媽啊 或者是上一輩子 就是這樣子來的嘛 他也不會覺得他為什麼鳥地方 還是很努力的... 我總結我經歷了蠻多一些奇怪的變化了耶 但還是對各個... 我又一方又抱有熱情 但還是... 其實台灣也覺得很好 對啊 台灣也還蠻... 很OK的舒適的 雖然剛才抱怨了一下廁所 哈哈哈哈 對... 但新的地方真的廁所就比較乾淨啦 新的地方廁所都很乾淨啦 所以就是... 他們... 這是一個... 心理層面的問題 然後並沒有任何的解決方式 而且我覺得應該會... 其實我覺得我有想到一個... 幫日本人賺外快的方式 他們可以每個人趕快去辦護照 然後賣護照 賣給誰啊 賣給黑市啊 賣個詐騙 黑市日本日本護照多少錢啊 對不對 好強确的 是不是 不是我來住這個 那會被本序租屬 租金 對 那我們就不能住在那個宿舍 沒錯 那你可能比較危險 因為我也是已經有國籍 那我就說你是喜歡國籍 啊怎麼這樣 沒有我就不會被... 弄出國 我就是... 會被關 啊大家 希望有解惑到大家 因為有一些人他是聽得懂中文 然後他是日本人啊 你跟我們講一下為什麼好嗎 好 好 好當然能理解喔 對 好 拜拜 拜拜 哈囉我是李 哈囉我是李 我們是... 阿咪安多利 跟大家說今天阿咪宿醉喔 非常 所以他會看起來很慵懶 對我會加油 但今天是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 是還蠻適合這個沉重的氣色 很適合穿一個黑褲 對沒錯 所以我穿的也是很... 很華麗的 對阿 哈哈哈哈 好像秋天喔 好 今天呢 大家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現象 就是日文的 咖面夫婦 假面夫妻 在日文這個字也是行之有年 就蠻多人都會直接說 啊我們是假面夫妻或什麼的 所以呢 就是我查了一下 然後發現最新呢 最新的調查顯示 就是全國已婚男女中 有20%的人 自認為自己的婚姻是假面婚姻 但一定有超過20%我覺得 但我覺得20%已經很多了 這個調查就是 無論哪一個年齡層 都是有20%的人自己覺得自己是這樣 就是名存實亡的婚姻 真正是